克里姆林宮遭襲 觸及俄羅斯底線 这一次严格意义上来说 已经踩踏了我们的红线 泽连斯基否认美国质疑 袭击究竟何方所为 可能是俄罗斯自导自演的 针对恐袭俄方对等报复 或将引发冲突全面升级 性质也好 交战的等级也好 又会发生一个根本的变化 俄乌战局客攻预袭之后 凤凰聚焦正在播出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 全球都还在关注克里姆林宮 遭遇无人机袭击的后续 毕竟相比俄乌开战以来 数不胜数的洛生门 这一次直指俄罗斯的心脏 性质也最为凶险 是谁干的还说不清 俄 乌 美还在吵吵嚷嚷 不过俄罗斯已经明确地表示 会如期在9号举行 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大阅兵 普京也仍计划主持 而这距离袭击事件 过去还不到一周的时间 俄罗斯为何如此稳得住 除了越来越强硬的表态之外 俄罗斯又会祭出怎样的报复措施 会实施核打击吗 据塔斯社报道 克里米亚地区领导人的顾问 奥列格·克劉齐科夫 5月6日在社交平台 Telegram上发文称 克里米亚防空系统当天启动 并击落了两枚乌克兰弹道导弹 此次袭击是近期 俄罗斯本土连续遇袭事件之一 而在此前 5月3日凌晨30 两架无人机更是袭击了 位于莫斯科市中心 红场克里姆林宫的 普京总统官邸 从公布视频中可以看到 一个白色物体在夜幕中 飞向克里姆林宫 在到达其中一座建筑的顶部后 爆炸气候 燃烧的物体残骸 还坠向地面 视频也可以看到 应该是它的第二架无人机 直接飞到了它的参议院的顶上 而且大人顶上面稍微高一点的地方 炸了以后还造成了 当时它的顶部的起火 这是其中一架 另外一架应该是撞在了 克里姆林宫的宫墙 就是两架的无人机 都是属于自杀性的攻击 从爆炸的现场看 伤害并不是很大 第一个就是本身建筑它比较高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爆炸的威力 并不是很大 现在看没有很多的玻璃阵碎 说明它挂载的这些爆炸物 或者是说它爆炸以后产生的破坏力 并不是特别的巨大 3号当天 克里姆林宫新闻局通报称 这是由基辅一手策划 在阅兵前夕 针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 恐怖活动和暗杀企图 由于俄方及时采取行动 使这两架无人机出现异常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既然飞机已经飞到了 克里姆林宫的上空 那显然是直指它的首都 直指它的心脏 或者是直指它的领导人 所以我们看它袭击的目标 就是要对克里姆林宫来造成这种袭击 或者是对俄罗斯的领导人 进行这种打击 然后造成这种相应的影响 袭击克里姆林宫的目的 也是震慑俄罗斯 打击俄方特别军事行动的 信心和决心 而是提振乌方军营的士气 激励官兵的反抗志气 三十项美西方显示乌克兰的 居心和勇气 以得到更多的支持和援助 袭击克工事件发生后 乌克兰总统新闻秘书 尼奇夫罗夫称 乌克兰与克里姆林宫 遭袭事件无关 5月3日 基辅独立报称 正在芬兰访问的乌克兰总统 则莲斯基当天公开否认发动袭击 我们没有攻击普京或莫斯科 我们在我们的地区 我们在抗我们的村民和城市 我们没有足够的武器 因此我们没有使用到任何处 资林斯基已经否认了是乌方所为 乌方在第一时间摘除自己的责任 显然是想避免遭到俄方的报复 因为他知道 如果你用无人机 去打击俄罗斯的纵深目标 特别是袭击像克里姆林宫这样的 重要的政府办公大楼 去执行这种对俄罗斯领导人的一种 暗杀的行为 那遭致的报复是他承担不起的 针对克工遭到袭击 5月3日 美国白宫发言人卡林让皮埃尔称 我们已获悉这些报道 但目前还无法确认其内容的真实性 美国不鼓励乌克兰越境袭击 也不提供乌克兰这种能力 我们在这段时间的报复 不可以确认他们的真实性 我们在这段时间的报复 所以我不想从这里进行谈论 但我们实际上是在报复的报复 同日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表示 对俄方的说法 持半信半疑的态度 各方说词各不相同 那美国呢 也现在获悉你 美国说不相信俄罗斯说法 美国其实在乌克兰这个问题的立场上面 一直是这样的 它一方面在支持着乌克兰和俄罗斯作战 另外一方面呢 其实它又很担心 乌克兰会把战火燃烧到俄罗斯境内 如果燃烧过去之后呢 那美国因为它是向乌克兰提供装备的 很有可能俄罗斯这边会迁怒于美国 据俄罗斯媒体4日报道 对于此次袭击克公事件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 克公发言人佩斯科夫称 俄方知道 基辅是受美国指使选择袭击目标 白宫发言人约翰·科比则相继否认了 俄方的指责 称美方不能排除 这次袭击是俄方的一次假棋行动 我只是告诉你 乌克兰是骗的 这就是一个狠狠的说法 美国有没有关系 我们甚至不知道 这些什么事 凯特琳 但我可以确认你 美国有没有任务任何事 你问我说过 这些真正的错误 现在也有一种新的提法 说这是俄罗斯自导自演的 一个假棋行动 甚至认为是为升级俄乌冲突 制造一个理由 当然俄罗斯的指责是十分明确的 直接指向了乌克兰所为 而且还认为美国在这个 俄罗斯攻击事件中 有介入 有参与 美国对这样的行为 不是指责 而说可能有 可能无 模棱两可 或者是说可能是俄罗斯 自导自演的 所以美国的这种说法 完全是一种双重标准的说法 而且就是在国际上 就是典型的 拉偏价的这么一种说法 目前俄罗斯还没有公布 袭击克里姆林宫无人机的 详细信息 从俄方公开的视频可以看出 袭击中使用的自杀式无人机 并不是很大 飞行速度也不是很快 俄军事专家分析 要么是民用消费级无人机 要么就是低成本小型军用 自杀式无人机 它的飞行速度并不是很快 还有一个它体量也不是特别大 那这两架无人机 我想可能是一个 就是编队 一架可能是搭载的比较多的炸药 另一架主要担负通信 或者是相应的侦察监视 乌克兰武装部队 4月份曾经收到过 美国一批 Altius 600M无人机巡飞弹 这种无人机 可以携带3公斤的弹头 射程是445公里 这个距离 刚好可以从乌克兰的东北部 到达莫斯科 是不是这个型号让人产生联想 那为什么会认为是U-20呢 是因为在此前 也就是8天以前 就在莫斯科郊外 刚刚发现了一架U-20的飞机 的坠毁以后的残骸 那这架飞机呢 据推测也可能是乌克兰派过来 对莫斯科进行攻击的 除了对无人机型号的猜测外 各国媒体也对发射地点 做出了多种猜测 俄媒分析称无人机不排除是 乌克兰特工人员 或俄罗斯国内反战组织 从距离莫斯科较近的地方 发射进来的 此次袭击也是经过了周密的策划 俄新社采访了 俄罗斯的无人机杂志的主编 他就说民用无人机 一般没有那么长的续航能力 以及远程的这种通讯指挥控制能力 很可能这次攻击行为 就是有某些组织或者是某些 特种站的人员在科里面宫周边 组织的这次 或者说当时临时搭建 或者说这样一个平台 进行的攻击行动 这个无人机是一种 低速的小型的无人机 也就意味着它的航程 飞行距离是比较短的 所以最大的可能性 就是它的起飞点 很有可能本身就是在 莫斯科室内 或者就是在莫斯科的近郊 针对此次无人机拦截 据克里姆林宫新闻局通报称 客工安保人员 在无人机飞抵克里姆林宫上空时 采用了电子干扰系统 成功进行了拦截 俄军在第一时间发现了 立即启动了电子战系统 对无人机进行了干扰 其实没有造成任何人员 和财产的损失 这个无人机肯定是被拦截了 就是让这种无线电的信号 给它一个干扰 让它自爆 或者是说用相应的 这种干扰手段 来破坏它的这些通信链 然后使它自己失控 然后炸毁 从画面中可以明显地看到 当这架无人机 飞越到克里姆林宫上空的时候 明显是因为遭到了 某种电子干扰 或者其他方面的一些破坏等等 然后在空中爆炸了 虽然客工方面的电子干扰系统 发挥了作用 但无人机在最后时刻才被拦截 乃至在克里姆林宫的防顶上爆炸 这无疑为克里姆林宫的防空体系 敲响警钟 小型无人机一般是低小慢目标 很容易读过普通美党的识别 俄罗斯照理说 一定是加强了莫斯科的防空警戒 但是乌方的无人机通过规划航路 还是成功地进入了莫斯科 说明俄罗斯的防空警戒还是有漏洞的 俄罗斯它现在存在的问题就在于 它尽管防空体系号称很厉害 但是没有经过实战的考验 那其中确实可能存在一些漏洞 当然我们觉得 这一次遭到无人机的突防之后 肯定会吸取教训 可能能够在此后 它的防空系统会补上这一部分的漏洞 此次无人机袭击克里姆林宫 发生在俄罗斯胜利日阅兵前夕 这给红场阅兵蒙上了阴影 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 米克·马尔罗伊告诉媒体 这可能是乌克兰为了向俄罗斯表明 他们会在任何地方受到打击 他们在乌克兰发动的战争 最终可能会蔓延到俄罗斯 甚至是首都 向装武剑意在配工 它武剑不是要真正的刺杀 这个普京总统 而是说我要干扰 你这个5月9号的红场阅兵 是这样一个情况 假设它没有被俄罗斯的防空力量 或者是说它的这个部队 把这个无人机打下来 那就会造成非常恶劣的影响 就是你俄罗斯 连自己的首都防空都解决不了 你怎么能保证 5月9号的升级日阅兵 能够正常进行呢 它就是在把握一个尺寸 就是我记忆表示 我能打到那个地方 但是我只是在上面放了一个烟花 只是告诉你 我可能对你任何一个点 我进行定点庆祝 或者进行袭击 都是我有这个能力的 那这样的话 实际上对俄罗斯应该是一个警示 而不是用这种方式式的赢得战争 此次袭击克里姆林宫事件 不仅越过了俄罗斯划定 不许攻击本土的红线 更是触碰了俄罗斯的神经 这让莫斯科对乌克兰的态度 发生了彻底的转变 4日夜间开始 俄军已经连续使用导弹 和自杀式无人机 对基辅发动了夜间空袭 以表达俄罗斯人的愤怒 我们放眼冷战到现在 或者二战结束到现在 长达好几十年的时间里 莫斯科作为俄罗斯人的首都 遭到过空袭吗 没有 克里姆林宫 俄罗斯人的领导人的办公室 遭到过袭击吗 没有 所以这一次 严格意义上来说 真的是让俄罗斯人 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惊 这种报复 或者是这种全面的空袭 它和整个俄乌冲突 这个战场局势是有关的 俄罗斯看到 你要举行大反攻 你北约现在是 就是一直在供火郊游 那我现在没法跟乌克兰谈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只有就是用军事上的行动 只有用这种就是轰炸 或者打击来解决问题 现在乌克兰自己的能源设施 也遭到毁坏 那你这个春季大反攻怎么举行呢 就此事件 俄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成员 维克托·索伯列夫表示 袭击克里姆林宫 乌克兰人越过了 所有可能和不可能的界限 将冲突从特别军事行动状态 升级到战争状态 这甚至不再是挑衅 而是直接的挑战 俄乌冲突尽管持续了430多天 但俄方一直没有攻击 乌克兰的政府大楼 总统府大楼 议会大楼 外交部大楼 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保持了 一定的所谓的默契和底线 那么这次对克里姆林宫的 无人机攻击 实际上是突破了这个红线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这是一次恐怖袭击 是乌克兰试图挑起冲突的行为 俄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保护普京的安全 与此同时 俄罗斯侦察委员会表示 就克里姆林宫遭无人机袭击一事 以根据俄罗斯刑法点第205条 将此案列为恐怖主义行为 进行立案调查 之所以定为恐怖主义袭击 或者是恐怖行动 我们看 如果你是用导弹 用飞机 直接对一个国家的首都 或者是对一个国家的 元首的办公地 进行攻击的话 这叫宣战 而是用无人机 因为谁都不承认 这个事是自己干的 它打击的目标 不是一个军事的设施 那这显然是属于 暗杀或者恐怖的行为 所以俄罗斯说 你这次的无人机袭击 是一个恐怖实践 俄罗斯现在非常愤怒 就是一方面就是表示 你是肯定无法乱人干的 叫国家恐怖主义行为 因为你定于恐怖主义行为的时候 对你的反击 就是没有什么 我没有什么顾忌了 可以采用各种各样的手段 进行打击 而没有什么太多国际法的这种约束 俄罗斯总统新闻局声明警告 俄方保留在自身认定 合适的任何时间和地点 采取反击措施的权利 媒体援引俄安全会议副主席 梅德韦杰夫 在社交平台上的表态说 除了对泽连斯基从物理上消灭 俄方别无选择 基辅用无人机席击克里姆林宫 让俄罗斯别无选择 只能从物理上消灭乌克兰总统 泽连斯基及其集团作为报复 俄方很可能会进行对等行动 比如袭击乌克兰总统府 以及在泽连斯基的外出行动期间 进行导弹袭击等等 梅德韦杰夫对泽连斯基说的 这个物理消灭 实际上也反映了 这个俄罗斯现在社会 存在的一种极端的报复思想 因为对克里姆林宫的无人机袭击 实际上就是对俄罗斯政府的 高官的袭击 对普京总统的安全上的这种攻击 那么按照一般的惯例的话 必然会引发俄对乌克兰总统 和乌克兰政府高官的时候报复 对于俄乌双方而言 一旦开启公开袭击对方 总统办公地点的模式 把清除对方领导人 作为对抗的手段之一 那么意味着俄乌战争 将会进入到一个 更加不讲规则的阶段 就是过去的时候 我为什么没有这样做 是因为你没有这样做 那现在不是我挑起的事情 是你对方挑起的事情 那袭击事件实际上是没有成功 那他以带出来的结果 是俄乌更加的不信任 是俄乌之间矛盾的升级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们怎么能够谈判呢 不能够谈判了 只能在战场上兵龙相见 俄方接下来的报复行动的话 我想可能不仅仅是 那种大规模的空气 只是对你的民用目标 对你其他的军事目标 进行打击 会不会打破原来这个承诺 对乌克兰的领导人 也进行斩首式打击 那么俄乌冲突这个性质也好 或者是交战的等级也好 或者激烈程度也好 又会发生一个根本的变化 就在克里姆林公遇袭前 事实上俄乌冲突 已开始出现和谈迹象 而如今 被视为俄罗斯心脏的 克里姆林公遇袭 无疑将对俄乌冲突的进程 产生影响 多名俄罗斯问题专家指出 乌克兰用无人机袭击 俄总统普京 位于克里姆林公的办公住所 动摇了莫斯科和基辅之间 持续冲突的现状 他们警告称 这可能导致危险的升级 可能涉及使用核武器 现在在多方的斡旋下 俄乌有了一点谈判的希望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苗头 是美国和北约不愿意看到的 所以才发生了 就是在胜利日阅兵之前 就是这种无人机的袭击 俄罗斯这边可能是对乌克兰 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发动一些攻击 但实际上俄罗斯现在 除了不使用核武器以外 对于乌克兰已经是 各种武器全都使用上了 尤其是5月1号的时候 刚刚对基辅发动过 一次大规模的导弹冰击 效果也不是特别好 而这个时候你说 由于对方打了克里姆林公 进行报复 所以除非俄罗斯使用原子弹 否则的话谈不上 对于报复方式而言 究竟俄罗斯会采取何种方式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 佩斯科夫4日表示 俄罗斯对无人机袭击 克里姆林公的回应措施 会经过周密考虑 并符合俄罗斯的利益 但目前不能透露任何细节 你既然是用无人机 对我的首都进行攻击 那么对我总统府进行攻击 那我也可以用我的导弹 对你的总统府进行攻击 可能我会集中更多的导弹 以前我比如打基辅的10个目标 现在我不打10个目标了 我都打你的总统府 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所以它是一种不对等的报复 我认为他们的说法 只是说我有这种权利 我有这种选项 但什么时候使用 是否使用 那这是俄罗斯的选择了 近期俄乌双方拟来我往的攻击 与反击愈演愈烈 无军先后炮击了 俄罗斯布良斯克地区 随后发动无人机袭击 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游库 俄军也出动战略轰炸机发射导弹 摧毁了乌军多个军火库和防空系统 上月下旬以来 乌方已经组织了多次对俄罗斯 净利目标的袭击 其中也包括几次对 莫斯科附近目标的袭击 也许其中的有些袭击行动 是乌方试验性的行动 而这次袭击行动 是多次袭击行动当中一个高潮 所以我们看乌克兰呢 是在采取就是打对方的软肋 这样一个办法来解决 就是我打你的纵身目标 然后呢让你的这些精力 要分散到自己的国内防卫 要分散到这些首都的防空 或者一些要点的防空 我不能够让你把所有的部队 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前线上 所以我通过这种 把你的精力 人员 财力 兵力 都分散的方法 减轻真正正面战场的这种压力 对于乌克兰近期发动 针对俄罗斯本土的袭扰 俄军事观察家分析 乌克兰的这一系列举动 通常是他们将发动进攻的 一个先兆 俄罗斯的境内可以说 好多地方都遭到袭击 因为一系列的这种袭击点 那这些袭击点是 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 就发现它基本打动的 除了莫斯科和彼得哥勒 这样的象征性的城市以外 其实主要是打击 俄罗斯军队后方补给线和补给点 那这个呢 其实更让我们想到什么呢 就是一直在讲乌克兰的大反攻 现在乌克兰方面说反攻 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很有可能马上就要开展了 那么与这种反攻相配套的 我们看到了包括对 克里米亚的游库进行的袭击 然后俄罗斯境内也有多起的 这样迫切的行动 包括列车的反轨等等 为乌方的大反攻 创造有利的条件 目前俄军正加紧对乌军武器运输通道 弹药库 兵工厂和军事指挥机构的袭击 以阻止乌克兰军队大反攻 双方后勤关键设施的打击 已经成为目前双方战斗的焦点 一个人在战场上面 现在他明显地在准备一次大反攻 但是大反攻到底怎么打 打向哪个方向 什么时间打 这个现在基本就很少有人知道 但叙事的时候 他已经在打一些前哨战 包括对俄罗斯后方的补给节点进行打击 包括在前方进行一些战术性的 侦察进攻的试探 那现在都在做这种事情 说明他现在反攻在前线在军事上 在给俄罗斯以压力 那在这种大反攻里边 无论是乌克兰和俄罗斯都要受损 不可能只有一方赢另一方输 而双方对等的这种消耗 或者是有一方消耗的更多 但毕竟受损的一定是乌克兰和俄罗斯 而不是北约和美国 所以这个从俄乌冲突上讲 就是这件事情上 是在继续向战场上攻火交流 你别看他袭击的是克里姆林宫 他针对的目标可能是普京总统 但是他导致的结果 是俄乌冲突的战火升级 或者是战火的延续 在这起无人机袭击克里姆林宫的事件之前 在战场上胶着僵持着的俄罗斯和乌克兰 似乎透露出了和平谈判的可能性 而现在曙光可还在 乌克兰谋求的春季大反攻 以及俄罗斯要应对所谓乌克兰国家恐怖主义 而要展开的坚决的报复 哪个更具有毁灭性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华润凤凰聚焦 我是陈琳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